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在京郊 是吧 是他指甲院子里种的新鲜樱桃 九几年发现十三陵地区 可以引进欧洲的这种大樱桃 原来是八几年从山东烟盘可以产樱桃 后来在九几年 昌平地区 他那的土质气候一致 但是我们那一带的樱桃 因为它是供北京是游人去采摘的 可能很多都是花费 我这是每年专门有养牛厂的朋友 每年给我送四车牛粪 每年的秋天我要施四车牛粪 而且这个樱桃季节好在哪呢 虫还没上来 所以我也不用打农药 三月份的时候当还没有发芽 我们先打一遍 这个农药叫石榴合剂 还没发芽呢 先给它杀热菌 一发芽 一开花 一出叶 一做果 就在这个期间 一点农药都没有 所以这个果味道很好 就很真 什么叫很真 因为现在很多的樱桃 它甜是归甜 但没有樱桃或者水果 该有的一种果酸味 它没有了 这个有 这是真味道 打从去年 李老师就让我到他那摘樱桃吃去 今天人家真是跟我们送来了 正好是这季节 正是丰收的时候 你知道现在不是在说 什么中南山上 现在都成了隐居圣地了 有些什么百万年薪的人 到中南山做饮食 也是说 说在那吃的蔬菜 就格外不一样 泉水也是格外的甜等等 其实倒不是说什么隐居不隐居 就是它代表一种生活方式了 郊区生活方式 我原来是住在北京市的故宫边上 沙滩北池子 它属于地富反坏右的房子 已经被国家收走了 我们现在的房还在 但是现在城里边没法住 尤其我们 比如说我们要住在 登日口的演员 空正的演员 他们要上午八点钟到 北京厂 几号摄影棚 你先去化妆 你就得早上起几点走 你在六点以前出来 七点以前你就得赶到那 你如果七点出来 你九点半十点都到不了北京厂 所以我一想到 到影厂就得出去了 北京厂在北太平庄 但是你在城里边 想到北三环来 那真是比登天都难 反正所以您就从故宫边上 住到十三陵边上 反正都是跟着皇家走的 这条龙脉没断 龙脉没断 只不过住人坟地旁边的 是吧 那个你感觉身心确实 跟在城里不一样吗 反正它那空气指数 确实比城里低 城里如果250的时候 那边也就120 那城里如果说150的时候 那边就基本正常了 所以还是跟汽车有关 是吧 应该看起来 因为十三陵从我们建国以来 冥王朝的十三陵保护的还不错 除了挖了一个万里 后来就没动 然后他那边就没让建工厂 北京的后花园 你说这种生活方式 要叫咱们没法上班 但是他说的 对他们演员也许是方便 反正从十三陵去 恒电影视基地是不是也近 反正我从北边 走北路 到机场一样 对 我为什么跟您聊起这个恒电了呢 就是李老师来啊 就得跟我们说说 恒电杀死过多少鬼子 影视的事 那据说比抗日战争杀得多 据说比二战 日本鬼子死的人都记得 就是真的一个一个画面 看倒了多少 你得先说他拍了多少部这样的戏了 比如说这十年来 恒电基本上每年 要拍百余部 那么差不多 就是通常你比如说 我要是带着组去的时候 那么最多的就是 在同一季节最多的时候 将近六十个组 那这六十个组 你比如说我不搞混 前年我和铁连我们去拍的 笔墨之业 在我们的周边 全是日本鬼子 后来一统计 那些临时演员都是当地人 是吧 是浙江人 全国都涌去了 那么一个戏里边 打死一百个 比如说 因为他 他老打 当然人不见得打死一百个 因为他你可以今天演 明天还可以演 演员还可以互相串组 你看三十部戏 在三个月当中 每个一百个 那就三千个了 十年 分四次 你算算 多少人了 他可以统计出来的 这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盛况呢 就是说这个抗日神剧 是有收视吗 还是为什么都去拍这个去了呢 我觉得这是 你比如说 哪一阶段吧 他就觉得 这个戏 或者这录的戏 可以 因为我是在这个 电视剧业内的人 先是有一个历史的使命 写的是这个 好像不是历史的使命 是历史的天空吧 历史天空 就是张峰义主演的那个 写新四军抗日的 新四军抗日以后呢 据说我们的很多老干部 就八路军的干部们 不高兴了 不高兴了 对 然后这个广电总局也好 电视台也好 然后又找了影视公司 赶紧又搞了一个 八路军抗日的戏 亮剑 亮剑问世了 大火 你想这两部抗战剧 对全国的电视剧多大影响 我就反正我的感觉 就是从这两部戏以后 就停不住了 然后整个横点全是 就开始拍 全是鬼了 对吧 对 因为你展现的是民族精神吗 抗日吗 总没错吧 对 会不会还有另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因为这几年我们知道电视剧啊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 就大家都在拍电视 电视剧 或者是真人秀啊 娱乐节目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 在中国现在我们特殊状态底下 就是政府会有很多的 规范 很多的命令 很多的 反正规定吧 你该拍什么 怎么拍 连剧种呢 它都会有指示 所以比如说 有一阵子流行穿越剧 后来被拿掉了 神神叨叨的 那也不用说了 那么于是呢 我这么算一下 就过去几年 网店局说 不太适合拍 或者不宜烂拍的 都拿掉之后 你剩下来 能拍的东西 已经不多了 而在能拍的东西之中 大家就得想 不只是要拍一个东西能拍 而且要确保能放 因为投资 要投资嘛 对不对 我投资钱 砸钱 找演员 主班 费那么大力气 拍个东西 它一定要能上 什么东西 一定能上 那必然是最正确的 最有正能量的 那还有什么 比抗日战争 更有正能量 你当然今天再重新讲 解放战争 那也很好 但是呢 大家有时就不太想 说的那个 跟国共之间那种 内战嘛 对吧 打日本鬼子 那行 所以因此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 大家都拍 那么大家都拍 又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人 我总觉得电视 这个东西 是在满足人的欲望 各种各样的七情六欲 人的欲望很多 很杂 那我们本来对应着 我们各种的欲望 想象口味的剧呢 应该有很多元化 很多种 有爱情 小清新 历史穿越 甚至鬼故事 什么都好 但现在这些都不能拍 那些欲望都不被满足 然后现在呢 就全部完成 电视观众所有欲望的剧种 就由抗日剧来完成 所以这个凶杀暴力色情 它也是基本人性 对 现在全都到了抗日神剧了 对 你包裹着不同的外衣 但是实际贩卖的都是这个 对 您刚才说的这个呀 确有这个情况 就是一波一波的 曾经我亲身体验的一个事 就是涉案剧 因为我是转六走火的嘛 对 警察嘛 突然间05年上半年说 有文件了 就是涉案剧 不能上黄金党 或者是各大卫视台 不能上黄金党 为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特可笑的一个理由 就是青少年犯罪率在增大 是看这个看的 其实是非常错误的 现在的网络比我们 电视剧的影响力大多了 它跟这个 而且涉案剧都是 弘扬警察的正能 抓那些犯罪分子 说你们容易 说你们容易暴露我们公安的 侦破手段 其实这没有必要 是吧 你什么侦破手段 全世界都通用的排查法 然后是通用一些高科技 探头 是吧 车牌 对 犯罪动机 就是这些吧 时间地点 有没有作案时间 就没有什么吸引的 这破案其实并不难 可笑的事情就发生了 因为它牵扯到什么 牵扯到你不在卫视黄金挡波 买片子的价格是不一样 对 于是 很少再拍涉案局了 我为什么说可笑的事情发生呢 截止到去年才发现 这个文件压根谁也没见着 啊 没什么意思 就这么一说 这说出来了 这文件在哪呢 你把这个文件 说各省台卫视绝对不能播涉案局 或者是不能在黄金挡波中 这文件没有 我就没 所以去年我们的情网行动 在央视一谎播出了 接着没公和 答案 播出了 你说奇怪 这太有中国特色了 这太有中国特色 就是一个没有的东西 以额谈额就能 就能 一个没有的文件 这本身就是个戏啊 可能是在会上某位司长 或者某位领导 他有过这么一个意思 或者还不是主抓电视剧的司长 也许是公安部门的哪个 也许是讨论过程当中 讲一讲 对吧 我也经历过 然后就被那些影视公司给放大了 放大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没拍摄案剧嘛 对 他可能正拍的是这个家庭伦理剧 他就更把这个去放大 来停止摄案剧 要不然我比现在还活呀 别有用心的 从05年到现在10年 摄案剧很受影响 最近来了一个刑警803 又火了 又火了 火到什么程度呢 火到就是人家现在地方台不播 让人家还遵循这个概念吗 这个概念 没有文件的文件的宣传 没想到 首轮拨火了 地方联合台拨火了以后 几家卫视拨二轮 所以你现在看电视经常看的 警警803 然后现在开始有人找我了 但是 又要搞设案剧了 但是你知道这个有意思啊 就是说 有了文件 就是没有文件的文件 照此执行 但是也有的文件啊 实际上有了 从来就没执行过 就没执行过 也没被追究过 这也有意思 你比如说现在 不做收力的奴隶 不能为收而立论 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啊 就是老百姓真正的受教育 有很多是没文化的 是 他受教育从哪来呢 还真是看电视 张回题小说 对 说书的 三国演义 舞台剧 唱戏的 比如说 包括我们京剧 他说的都是忠孝仁义 那么随着科技发展 其实电视剧 就是把我们中国张回题小说 变成了电视连续剧了 特别的 你甚至可以 就是说书人 醒目一拍 前面这一说 然后掺着画面 这就可以作为电视剧 所以老百姓受教育 都是从这儿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最近刘翔的太太演的这段 看了吗 这部戏没看 但是从普当里掏出手段 当时真跟我惊着了 您这样的老艺术家都惊着了 两个演员确实演得好 而且当时在场的 还有我同学张光美 我怎么看见了 他演个日本人 当然我们两个没通话 演的也好 我就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 也是我们这个圈里一个很知名的 很著名的演员 但不说名字了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现在非常心疼我的同事和朋友们 他们越在剧中演得好 我就越替他们感到悲哀 是不是 没有的事 你要当成有的事来去演 对 这演员你说多难 而且确实演得不错 是吧 撩起来就让摸 软不软 对 没错 放我当上 你最知道我要什么 对 弄得日本人都觉得 没错 我觉得最可乐 这张光美当时都产不忍睹 我觉得最可乐的就是这一部戏 你知道吗 到最后说放我当场 然后这日本鬼子和日本鬼子翻译官 嗯 我说这日本人都害羞了 都看不下去 而且他这个你看 从这个剧作上还不错呢 他前面有一铺垫一句 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注意 什么 就是让他摸在胸 什么时候 就是说我的都只能给你 不是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日本人想摸我不当 对对对 现在绝对不认许 对对 哦 他后来掏出手榴弹了 那是啊 对 你看 他埋伏 对对对 还是有逻辑的 还是很很逻辑的 对 很是逻辑的 这是个 哦 你还真是那一行 我倒没想到这一出 我看了一眼 对 这可以解释 为了什么 手榴弹能带进来 对呀 因为鬼子没搜那 对 要摸 要摸 但是我的 我都是你的 任何人都不能摸 不是 那照这意思 他要上飞机了 怎么办呢 他要是 那个时候飞机没叫安静 他要是个恐怖分子 他要是个恐怖分子上飞机 那也能来这么一出吗 要摸 摸摸 当年没 没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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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刚才说了 我最后 就是他底下 我听这一句 他说的那个词 和底下打的字幕 要不就是我听查了 但是好几个观众说 你没听错 我们都是那样听的 就是这个女演员嘴里 字幕打出来的是 小鬼子说 赶快让他给黄军带路 这女演员说什么 这字幕打出来的 女演员说 我还没说服他 我怎么让他给你带路 实际上 这个当时女演员嘴里 说出来的词 我听着 还有好几个人听着 说了什么 我还没 他还没舒服呢 我怎么让他给黄军带路 他现在就是有人提出了 这个意见之后 就是因为你每个片子 完成之后 一定要审查的 审查 他的审查意见 非常清楚的 哪不行 哪不行 几集 多少时间 比如说25分 37秒 那不行 那句台词是什么 你要改 那么有时候改的时候 只把字幕动了 演员同期变音 这人不来 但是为什么 刚才那种情节 要是以您的专业 您的经验 像刚才那样的情节 一般我们看了都 呵呵大笑 觉得太荒唐 他又轮过 在这几年前 一直就说 雷剧要控制了 抗日系 我们不反对 但你不能没谱 你不能女战士 手撕鬼子 所以现在的创作 这些抗日系 他不认为这是雷 他不认为这就是属于雷剧了 他还认为 这应该是可以的 我把手勒探 藏在我的裤裆里边戴进来 怎么了 我并没有手撕鬼子 没有不合理 我还帮着朋友 去拍了一个戏 我当时是在现场 我也乐喷了 首先是什么呢 首先让我去演 这个亮剑里边 人叫李云龙 我这个独立团团长 叫李云龙 李云龙 正好还让张光美 演我的对手 他在亮剑里边 一个叫楚云飞 对 他那个团长叫楚天飞 你看 完全在抄袭 可乐的是 我在跟政委和我的特工 在谈如何去获得 这个精进纪的 就是天津城防图 院子里乱了 这谁这么不懂规矩 里边在开会 你们外边吵什么 几个战士 簇拥着一个女战士 就进来了 包括团长 玉米 真了不起 用我的枪 把鬼子飞机打下来了 我当时就喷了 我仿佛进了央视的那个 就是你终于来了 就那种 我这种帮忙 也就是 把我那段戏拿过来 我看看就完了 你眼神觉得对我们来说很容易 对 我觉得 既然是叫李银龙了 独立团团长 那我就按着 柳斌亮剑的团长演 谁这人这么不懂 你这么来呗 在哪里眼给我乐喷了 在手机把飞机拉去 我倒是 所以这个 真的不能演员 演员就是执行短眼任务 但是你说 为什么会这么狗血呢 我觉得真的就是 你不觉得就像我刚才说那个情况 就是把所有东西集中在这 像我们一般觉得抗日剧 哪能拍成这么的往这个路子走呢 但我觉得观众还真有这个路子的需要 现在用抗日剧满足大家一切需要 我如果这个势头继续下去 比如说当局也不表态 大家没意见 我预测本来抗日剧还会发散成一个 有很多的雅瓶种的抗日剧 其实您说的太对了 对吧 喜剧 有喜剧型的 有侦探型的 我记得我是20年前还是15年前 我看了一本书 叫《衡阳保卫战》 就写国民党第十军 在湖南衡阳 他那军长叫方先决 那是 蒋介石给他的指令是让他坚守三十天 其他部队来要合围 真的打得非常惨烈 据说他坚守了72天 最后弹尽两绝 掏枪刺杀 最后被他副官给摁住 被俯 被俯摁住 他又越狱逃跑 回到南京 蒋介石也没杀他 说是我们援军没有到 一点不赖你 关键感人的是什么呢 感人的是日本当时和他对垒的那些战犯 后来到台湾 在他的目前 托梦知境 就是说这个军人太厉害了 就类似这样的戏 如果我们很 就像您说的雅剧 就像我们曾经拍过的《雪战台庄》一样 应该能拍得很好的 对 我就觉得挺奇怪 为什么往这个路子上整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文道你怎么说 没有 我就说 所以像你比如说 他很可能会出现一些 以涉案 比如说涉案剧 有一阵子不能拍了 或者是必须也降下去 但是人总是想看这种剧 你看美国那个CSI拍那么多年 那么全世界各地电视台 都拍各种各样的涉案剧 可见这种剧种是老百姓本来就要看 要爱看的 假如你不让拍了 那有一个做法很简单 就是把抗日剧拍得像涉案剧 你完全有可能想象的出来 比如说我专门做一个 或者说把间谍的剧情移植到抗日剧 把爱情戏移植进去 甚至把喜剧移植进去 这都是有可能的 其实这个里面啊 有一个题题材的 这个我觉得有个中国创作人的一个根本处境问题 你看啊 好像比如说在美国 他拍的题材是什么问题呢 是说除了法律不让拍的 正义战胜邪恶就可以 对什么都可以拍 对他来讲呢 真是无限的天空 可是你看中国的创作人面临的是什么 这个你只能拍某一类了变成只有拍某一类才能保证播是安全的 除了这一类之外 什么都是有风险的 碰了投资啊 对吧 都有风险 所以最后一窝蜂就挤到一个地方 即便挤到这个地方啊 我觉得也没什么 但是我我就两点啊 第一点就是说 为什么一说这个事啊 他们就有人就就叫板 就是说啊 他说现在全世界都互相copy啊 什么互相复制啊 可是我怎么觉得咱们中国现在从电视节目到这个电视剧影视剧 全是抄的好 给人的感觉就是 你怎么就是你这个原创 尤其栏目是吧 尤其电视栏目也是 就是当然你甚至抄的可能比人做的更好 我也没有什么反对 但是我只是觉得 有哪个特别火的是你自己创造出来一个形式 再有一个你要是战争片 你咱就不能拯救大兵莱恩 这种是拍的好看 有票房 有收拾啊 那为什么非要开着个裤裆藏雷才行呢 啊 文道雄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 把各种的戏都容纳在里边 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况 所以才发生了近几年的抗日雷剧 把侦破也隔离了 把爱情也隔离了 是吧 把很多东西全都容在里 甚至喜剧的 抗日喜剧的 也有也有很多啊 让你雷的 是 你也受不了啊 是 对啊 而且您刚才说的那些事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很多 不光是我们电视剧部门在管理 嗯 在把关 你签了到很多行业片 嗯 没错 你比如你要写 嗯 这个 航空的 嗯 那民航局未必能同意你拍 是 是吧 你比如说我写 国安的 那安全局这边是不是能通过 对啊 但是最近播的这个语无声处 是 我觉得就很大胆 嗯 他不像 当年那个暗算 嗯 也不像后来孙红雷拍的这个潜伏 嗯 那 都还是 就刚才我说的一波一波 那两波过去了 哎 现在第三波又来了 嗯 哎 这个你 你听你看 随着咱们这抗日七十周年 这个 大的盛典之后 嗯 抗日离剧是不是应该 改成国安了 是吗 某种的应该是 嗯 停一停了 太多了 嗯 对吧 老让你吃这猪肉顿 咱也受不了 所以就说他这个跟历史有关的剧啊 发表意见的人很多 你比如说你像这种谍战剧 拍多了的时候 部门的宣传部门 所以创作怎么能自由呢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骗子 你要把艺术上和政治上 要由广电总局电视局司审查 公安 真的 喜欢